对于像创办人从30岁 30岁创业 对 然后在这里种薰草 到现在50岁 也就是说他对于能够体察 人心的需求应该是更丰盛 而不会更局限 也不会发展到现在 我只能了解后中年的需要 对 这个一定要我们自己要经历过 年轻的时候都想把时间都塞满 我出去玩的时候二十几岁 晚上还要夜游 然后直接冲 然后甚至直接冲到看日出好了 那个时候我们有无穷的精力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浪费体力 我们讲的旅行的三个阶段 从Trip到Travel 最后是一种Jolney 王总 薰衣草应该很多不同的品种 这个很美 那香味好像跟我们平常印象的香味 比较没有那么浓 对 这个品种叫羽叶薰衣草 就是羽毛的叶子的羽叶 它很适应台湾的气候 那另外台湾有几种品种也种得不错 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那个英国薰衣草 就是真薰衣草 然后像齿叶薰衣草 那叶子比较小 这两种薰衣草它的香气就比较细致 就很适合拿来做使用啊泡茶 那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有两种台湾自己栽培出来的原液品种的薰衣草 我们自己的啊 它就用我们两位创办人的名字来命名 一个叫亭妃薰衣草 一个叫格雷斯薰衣草 Grace Grace 刚刚我们聊到这个慢活提案哦 因为22年你已经有 20年 是20年你也有22个据点嘛 那作为一个运营的主要的舵手 你的慢活的心灵状态怎么可能啦 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心灵经验 你去设计慢活的提案 那又很做作 对我的工作很忙 在这个之前我已经三个礼拜都没有休假了 对所以每天排满的事情 可是至少我觉得 至少每天都会有几个仪式感的事情 让自己静下来 就好好一定要吃一顿饭 我要坐下来不要滑手机 然后看点书 再不行 我每天早上可以花十分钟 手冲一杯咖啡坐下来 那那个仪式感会让好像忙碌的事情 就透过不同的转速 就回到一个自己最喜欢的状态 那在2015到2018 把我们团队在检视这件事情就发现 也犯了一些错误 所以我们也透过品牌的重新整理 把一些店收掉 回到公司最舒服跟最适合的一些状态 种一个熏鱼草要让它很漂亮 要大概两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种树要十年 对 然后很多事情就发现急不来 那如果要种下一颗心去磨一个品牌的时候 搞不好就是要花一辈子的时间 所以是这个山林教你的 今天我们在这边看到我们录影的时候啊 它是满 满房满房 就是很高兴 恭喜游客回来 但是就是2020到2021非常非常凄惨 那那么凄惨啊 那么撑 为什么不考虑上柜都20年了 好 我们过去在2020之前 是真的不考虑上市柜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这个公司就基本有很浪漫的色彩 那第二个我们选点就都比较特别 比如说越偏远越好 那这些都很难形成一个规模跟量化的经济 那第三个又强调说 我们希望能够很跟在地啊 社区啊很深度的连结这些 那这些在所有的绩效评估都会不容易看得出来 那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很深的原因 就是我们都要先过得了自己心理那一关 那疫情的时候归零的时候 尤其是三级哦 你一个月亏多少 2021年6月的时候 我们一个月净损就是1200万 那其中900万就是薪资 那房东很好 很多都降租甚至免租 那段时间我真的是 心急如焚 因为公司的库存现金可能就六七个月 大概七八千万 可是如果疫情的三级持续个 像欧美这样一年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面临到很麻烦的问题 我们的伙伴怎么办 这两三百位他们都在偏乡工作 甚至很多都是在地的孩子 所以经过了这两年 其实我们非常深重的考虑 要走向上市柜的规划的道路 祝福你 希望会成功 祝福你 希望我们还保有初心 我看一下 您的资历在20年前 当然虽然后来这一段时间 您也攻读了AMBA 但之前是专科机械科毕业的 可是服务业对你来讲 真的是完完全全 外行跟陌生 所以你是一个标准的 从做中学的创业者跟经营者 从做中学这件事情 你克服了哪些心理障碍 同年以来的 同年 我第一个心理障碍就是 我妈妈在菜市场里面 卖香菇肉羹 生意非常好 所以在国小跟国中的每一个假日 我都要到菜市场里面 去帮我妈妈洗碗 对 所以那个叫做我的洗碗人生 所以那时候我就立誓说 我以后都不要做这个行业 绝对不要洗碗 我绝对不要再洗碗了 一辈子都不要再洗碗 结果不小心又开了这家店 然后跟两个女生一起合作 那结果第一天上班 我就是担任洗碗的工作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许愿 有时候是事与愿违 那我除了洗碗 我还担任外厂 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大概开业大概一个月左右 有一天礼拜六的清晨 大概十点一开门的时候 就有一对气质非常好的年轻的夫妻 来我们园区里面喝咖啡 结果到下午三点的时候 又靠看他们又从门口走进来 我就问他说 你不是早上才来过吗 他说他觉得这个地方 是让他觉得非常的幸福 这是我第一次从客人嘴中听到幸福两个字 然后他就马上吃完早餐 就回到都市 又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回到台中 然后再把他的爸爸妈妈再载上来 那我觉得这对年轻的夫妇 也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蒙师 对 可是我们在这里 也要很感恩悦您父亲的时候 这一片地嘛 爸爸去买这么小的一个树苗 可能是孝南柳山乌心石 然后重新把它种起来 其实我们有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的园区 是没有开放的 全部是森林 那把树种回来 不一定能够带来收入 可是这一块土地曾经的美好就会再回来 那回到二十年前 比方创立这一切的时候 那时候零碳牌不是显学 然后更不要说ESG现在变成所有 在经济运作里面的主流 甚至应该说它是所有运转的一个核心原则 对 所以这个减碳这个观念对你来说 为什么开始这么早 然后现在这边碳权 这就是很有意思 其实也不是从什么减碳或是碳权来的 只是有一个心念觉得说 好像树很重要 然后我们好像破坏土地太多 那有机会把树种回来这样的概念 那前一阵子我才真的是用心去理解 什么是CSR ESG或是SDGS 后来才惊觉说我们应该是少数拥有 那个碳权的休闲产业 因为我们种了八千棵多棵的树 做绿色婚礼 那能不能把一场婚礼的碳牌 从14.5公吨降到854公斤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这是一路这样走过来 其实就顺着自己的心 觉得哪些方向是对的 我们就去做 如果可以就尽量再往前推动一点 所以过去几年 这种死安危机或是怎么样 可能就是老天爷保佑 我们都安然路过 我们一个都没中 一个都没中 往回看就觉得好像还做对一些事 晚上比较睡得着觉 我又去了普罗旺斯 这次我去看欧苏丹的公司 我后来才发觉 一个像我们这种园居或是旅宿的品牌 所发展出来的商品 它不应该是纪念品 而是有背后品牌灵魂要谈的